一双大眼 笑容甜美的赖嘉玲 是这次巴仙粉尘爆炸事件伤患之一 去年才从辅大体育系毕业 到新北市担奉国中实习 因为表现良好 成为代课老师 不择教体育 父亲是阿美族 母亲是布农族 赖嘉玲还会协助教原住民族舞蹈 可以看出她非常乐天又好动 年纪轻轻 23岁 因为巴仙乐园粉尘爆炸 全身有78%灼伤 赖妈妈说 女儿只要清醒 就会讨妈妈的拥抱 希望说那个心理症 可以全力的帮助我们就好了 对 因为现在小孩子都还没有过危险期 我也不知道后面要怎么做 只希望他能够撑过危险期 另外一位才刚高中毕业的李恩泽 全身有70%灼伤 姐姐在脸书上传 躺在医院插馆的弟弟 希望大家帮弟弟集气 保佑弟弟可以度过这次难关 执皮之后我就是要等这次皮肤稳定了之后 我们要做一些水疗 然后复健科要加进来 刚病人做复健 这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路程 所以其实现在才是刚开始了 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恢复了一个疾病 必须要有非常耐心 有时候疼痛度必须要去克服 烫伤恢复过程可以说漫长又艰辛 这次发现乐园爆炸案大约有500位的伤患 陆续传出有族人受到轻重伤 但是到底人数多少 目前相关单位仍然在统计当中 但是如何陪伴患者跟家属度过这一段难熬的日子 真的需要长期给予支持跟协助 既然说五六新北台北采访报道